看这个老爷们偷东西的操作有多扫 只见他拿起几个牙刷 转身就偷摸地放进了顾客的包里 换个地方拿个小玩具 又塞进了婴儿车里 完了又拿起一只婴儿鞋 放进了顾客的口袋里 就连超市里的服务员他都没有放过 做完这些后 他又将自己塞得满满当当 然后拿个五毛钱的口香糖就悠哉地去结账了 不出意外 那些被他塞过东西的人都触发了报警器 包括工作人员出入 报警器也是哇哇之叫 眼瞅着大部分报警器都被触发 工作人员请示了一番就只能按故障处理 铁袋就这样收获满满地走出了超市 塞成这B2工作人员都不检查一下 我也真是服了 铁袋不止白嫖超市 还嫖接边摊的报纸 甚至连房租水电都是嫖的 每次出门他都是蹲着走 门卫都已经有半年没见着他了 邻居见到他 还以为他是个残疾人呢 有时候房东找上门 他都是直接跳楼 只要摔不死 房东就别想见着他 但你以为这就完了吗 漏 他连吃饭也都是白嫖的 而且为了省钱 他连媳妇都不找 一天天就到处偷看别人家的媳妇 因为看得太乳迷 撞到人时有个烟头掉裤裆了都没发现 等反应过来 裤裆里都传出香味了 你瞅给小老弟烫的 要不是桌上有瓶饮料 估计就特么成烤肠了 有时候街上看不到 他还爬到人家阳台上看 甚至连80岁的老太太都不放过 也正是因为这样 他被警方锁定成了一起连环凶杀案的嫌疑人 近两年当地连续发生了多起女性遇害事件 而且每个受害者都被砍掉了一只手 上到80老太 下到18少女 都难逃气魔爪 局里已经钉铁袋好久了 但奈何一直没有实质性的证据 光凭这些监控录像 根本就定不了罪 于是大聪明局长就想了个妙招 那就是 钓鱼执法 只要派出一个瓦塞的女警去勾搭铁袋 一旦等他上钩 就立马实施抓捕 办法是好办法 只是等他把计划说完 下面的女警就兜透了溜了 唯一一个没溜的 还是因为想帅哥走神了 局长也不管三七二十八 那谁 就你了 这你马都点着名了 二翠也只能赶鸭子上架 所以大伙开会的时候 记着千万别走神啊 不然很可能你就会成为那个倒霉鬼 为了接近铁袋 二翠以合租的名义做起了铁袋的室友 但是铁袋万万没想到 这个室友花样是真多呀 白天扮演女教师 晚上扮演小红帽 看书的时候还故意大门敞开的对向他 铁袋平时都是偷没着看 哪有送上门摆给他看的啊 给他都整不会了 一时不知道是该看 还是不该看 这还没完 最要命的是二翠还经常当着他面换衣服 这你马谁顶得住啊 铁袋是有贼心又没贼胆 想上又不赶上 纠结的直薅头发 让他本就不富裕的脑袋顶更是雪上加霜 铁袋找到好友诉苦 兄弟我太难了 你知道有个美女 每天都在你面前表演换装秀有多刺激吗 你又知道有个美女 每天都故意在你面前走光有多煎熬吗 我不知道 可以让我去你家体验体验吗 好朋友给他支招 既然真顶不住 那你就去做点有难度的事 分散分散注意力呗 铁袋一听没毛病 于是就找了个中文老师学中文 不得不说 铁袋学得倒还是有那么点模样 竟然还挑战起了惩罚口诀表 二翠这边也郁闷着呢 那傻局长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 那个傻缺怎么可能是变态杀手呢 我都怀疑他是不是有毛病 我特么脱光了在他面前晃悠 他竟然都能顶得住 给我都整不自信了 但局长却有独到的见解 他认为铁袋肯定是间歇性发病作案 每作案一次 都会把自己隐藏一段时间 根据以前的发病频率 他下一次作案估计就在这段时间了 于是局长决定亲自出马 打算用自己刚学的心理学医学裁缝学 来研究出铁袋下一次的作案时间 回去二翠就把这事告诉了铁袋 说请了个裁缝朋友晚上来做客 自己想给他订做一身衣服 铁袋一拼有客人 那得准备晚餐呢 于是就带着二翠出门采购 结果刚走到门口 就又碰到了邻居 邻居一瞅 哟喝 这兄弟竟然还找了个同类女朋友 恭喜恭喜 祝你们早生贵子啊 很快两人就从超市采购完出来了 那家伙 两人都塞得是满满当当 只是二翠你作为一个警察 跟着铁袋这么整合是吗 晚上 局长带着夫人就来了 夫人一听是变态杀人魔 当场就吓得挪不动步了 连着吃了半瓶镇定完才控制住 这股劲铁袋正在厨房准备大餐 听到动静就打算出来看一下子 结果一不留神 当场就给局长夫人整下了线 听到动静的局长和二翠急忙赶来 把夫人扶上床后又为了半瓶救星丸才止住 准备开饭的时候 突然又断了电 铁袋说去检修一下子 把电闸推上去后 就顺手把电筒塞进了裤裆里 完了转头就去拔刀刀 这时他听到局长夫人在喊什么 提着刀刀就走进了房间 夫人看他拿着刀刀 裤裆也支冷的老高 又给吓懵了 等铁袋一出去 他又紧忙掏出了救星丸 幸亏准备得充分啊 不然没等变态下手 自己就特么先被吓死咯 吃完药的夫人 刚想逃离这个可怕的地方 又被铁袋撞了个正着 这给夫人急的 转头就要跳窗 结果却被百叶窗卡住了脑壳 铁袋上前帮忙 夫人垂死挣扎 听到动静的局长和二翠赶来 看到的画面就成了这样 这下好了 更像个变态了 为了稳住夫人 局长只能把救星丸给夫人当饭吃 为了判断铁袋究竟是不是变态杀手 局长说要给他晾一下身材做衣服 亮完了又说自己还是个托尼老师 要给他烫个新发型 推进屋就把各种管子给他弄了一身 然后就是小店流咔咔的一顿呲呀 二翠看到这一幕有些心疼 因为经过这段时间的相处 他已经不相信了铁袋是变态杀手 便把铁袋借救了出去 局长一看你搞我呢 就把二翠叫到了屋里驯化 这股劲儿 醒来的夫人又准备逃跑 结果又好巧不巧的让铁袋撞见了 吃饭了 你干啥去呢 被铁袋这么又一整 夫人直接被吓得摔下了楼梯 这铁袋必须得去扶一下子塞 结果听到动静的局长赶出来 看到的话风又成了这样 得 铁袋这顶变态杀手的帽子是摘不掉了 第二天 二翠找到局长说出了自己的看法 那啥 我觉得这铁袋确实不像个变态杀手啊 正说着呢 一个电话打来 说又有一名女子遇害了 这给局长气的 也不管三七二十八了 直接就断定了铁袋是变态杀手 还下达了全国通缉令 不知情的铁袋看到楼下围满了人 还以为有啥热闹呢 突然一个老北比喊道 凶手在这儿呢 大家听到纷纷后退 铁袋还有点懵逼 啥情况这是 直到有警察拿着枪枪对着他 他才被吓得撒鸭子开溜 慌不择路的他逃到了中文老师家里 刚好碰到疲惫不堪的老师外出归来 他不停地叨叨着说也不知道为啥 自己就被当成杀人犯了 有点不耐烦的老师脱下了外套 铁袋发现他口袋里竟然有一只手 那那啥 我有点事 就先走了哈 而此时警察也已经包围到了这里 这下挺好 直接歪打正着了 中文老师成功被捕 铁袋也洗去了嫌疑 最重要的是 二翠经过这段时间和他的相处 竟然真的爱上他了 得 虽然被冤枉了 但铁袋也算不亏 其实这电影的女主 在现实生活中也是铁袋的妻子 所以 你明白铁袋在面对二翠的诱惑时 为啥能顶得住了吗 谢谢大家